大家好 今個星期廣股在星期二時被科技股大同 曾經突破29,400這位置 接近29,500 隨後未有特別消息 加上美國方面十年期債息再次飆升 現階段即使近期大家會關注美國方面 例如飛龍方面的一些數據 若沒有預期中那麼高 通脹方面的一個憂慮是大五時亦可以舒緩 所以港股就像上星期說29,500都很大機會試 其實都接近幾點就試穿 但下面支持位置維持28,800 見到今天港股曾經失手國 亦是維持這個位置做掙扎當中 所以下面看多一點就28,600附近 但整個大小行情大五時亦未至於悲觀 因為始終有很多不同的板塊 今個星期都表現各疑 雖然點數上維持著上落整股格局 但剛才提及28,600是在下面重要支持位置 上面維持有9,500 要等成交量再次放大 可能接近1,700這些位置 可能港股才有能力向上突破 現在唯有耐心等待 但不同的板塊近期都有不錯的炒作 尤其是今個星期 升得比較兩例的 就是大家遺忘了很久的汽車類股份 另外就是手機設備的相關股份 因為內地方面 再有5G方面的一些比較正面消息 所以5G類股份 亦帶旺了整版的炒作題材 而下星期暫時行指方面貴減過後 一些被納入的股份 短期升勢可能會有休息 但如果行業間暫時仍是正面的 其實仍可提供的善 如果好像比亞迪 有機會支持這段 其實持續攀升完一輪之後 不排除下星期 短期會有少許整固的格局出現 但如果暫時不失手180元 暫時未來再試200元以上的能力都還在 而個別的板塊 我想下星期可能大家都會 有機會去到下星期中期 其實再次關注一些大型科技類股份 尤其是螞蟻已經重新開業 其實對現時來說一些大型科技股份 其實都釋出一個比較正面的訊號 但始終反弄斷的調查 都還未完全完結 所以若能夠濫過這一步反弄斷的問題 一些叫大型科技 其實走勢上明顯都會較為之強